過去確診案例 三七九十一名酒店女公關 導致酒店舞廳業者被迫停業 至今復工之日遙遙無期 在疫情稍微緩和 但中央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 一切還要再評估 酒店女公關染疫 各地方政府出手機查八大行業 但這回臺灣已經十五天 沒有新增本土確診案 酒店停業禁令可能放寬 重點在社交距離 所以接下來對疫苗的一些評估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所有的事情 還是會根據我們的科學 跟我們實際上 我們社區所發展的情況 做一些研判 當初這名酒店女公關 因為家庭因素 還有密切接觸的VIP酒客眾多 身份又敏感 讓酒店被列為防疫破口 就在觀察中 現在我們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資訊化 等等都已經在做了 那我們其實看看 譬如說美式的在夜市上面的行為 或者說在這個的話 我們的那個旅遊的景點的流量的管制 是不是能夠做好 那我們的人民是不是願意來配合 所幸現在疫情稍微緩和 但酒店跟舞廳仍然持續停業 夜晚不再燈紅酒綠 復工之日遙遙無期 什麼時候才能再營業 只會忠心不願松口 這台北總報導 雨桃相如一抹 沒選擇